缤纷的热气球搭配蓝色天空 看起来好吸睛 今天早上台中石缸热气球嘉年华 在土牛运动公园登场 不过现场焦点不止热气球 还有奥运金牌 羽球男双李扬 以及台湾女拳王林玉婷 两人一前一后受到民众夹到欢迎 要透过工作人员不断协助开道 才得以抵达会场中央 并与台中市长卢秀燕 一同搭乘热气球升空 一行人搭乘的热气球缓缓上升 跟玉婷在空中拿着手机猛拍 一旁的李扬却略嫌紧张 手紧抓的热气球不放 形成有趣对比 我觉得很好玩 然后就觉得 因为其实以前就很想要尝试这样的活动 但是因为训练比较密集 那没有时间可以来尝试 那今天台中解锁了初体验 我也是第一次 但我就比较紧张一点 刚刚玉婷玩得比较开心一点 她有点担心高度 我就牵着她的手 她就跟我讲说 开幕前一晚 两人就已经入住台中饭店 师傅也替两人准备小点心 让林玉婷大赞好贴心 而这次台中石缸热气球嘉年华 将在23号到25号举行为期三天 现场总共有15颗热气球场面盛大 不仅有石缸吉祥物 水滴宝宝 还有来自巴西的造型热气球 活动也规划6场升空体验 不过名额有限 有兴趣的民众手脚得要快